龙洞公园的重大伤亡落海事故发生到现在已经第四天了 交通部观光局长就特别来到龙洞事故现场进行会刊了解 研究该如何改善步道的安全性 未来将会在步道旁边加装安全措施以及警示牌 并且增加巡守人员 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东北角龙洞地质公园发生风狗浪夺走八条人命事件 在今天交通部观光局局长与多位学者专家 一起回到事发地点 然而学者们都认为东北角的地质是大自然长期的杰作 如果要封闭步道实在太可惜 不过现在能做的就是要加强安全措施 以及增加巡守人员在必要时进行管制 那我觉得环境教育本身要跟安全是要兼顾的 我们一方面要推广国保级的地质景观 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要顾及游客的一个安全 所以这两者之间怎么样去衡量 将来是需要赶快规划出一个改善措施出来 想到的就是对于以后在有关于风狗浪的这个全民教育方面 在媒体尤其是媒体朋友要帮忙 在这个不断的能够提醒大家风狗浪所造成的危害 让全民对风狗浪的危险能够更认识 那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很多的伤亡 这几天东北角天后阴雨绵绵 海岸的岩石所激出的浪花很大 观光局长和学者专家重回现场检讨改善措施 至于针对陈楚局长则是不愿多提 专家学者则是针对了这次事件表达了看法 其实现在的这个海浪的预报在气象局也都做 在中央气象局也有做 那对于全台湾各地各位可以看得到 刚刚管理处提供给各位的一些资料也都有写 那但是以今天以这次这个事件是一个蛮局部的事情 局部在这个溶洞这个小地方 那我想或许需要更精细的一个资料 那这几年来我们这些救难人员 从南到北只要有这个台风行程的话 不管夏天冬天也好 通通皮衣奔命 那也希望说我们尽量从教育那边下手的话 可以减缓一些我们救难人员的这种辛劳 观光局也表示之后会在步道上设置救生圈 及增加告示牌 并在风速过大时增派远景巡逻 劝导民众不要进入 但是这些到底能不能发挥实质作用 谁都不能保证 相关安全措施还是必须加强 既有全云威 共聊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